昨日对于曾经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来说 是天堵的一天 因为英国制药阿斯利康公司在法庭上首次承认 其COVID疫苗可导致致命的凝血副作用 数十个家庭声称他们或他们的亲人 因这家制药巨头的缺陷疫苗而致残或致死 而这一极其罕见的副作用 正是他们提出的数百万英镑集体诉讼的核心 总部位于剑桥的阿斯利康公司 在2月份提交给高等法院的一份法律文件中承认 其疫苗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导致TTS TTS是血栓与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简称 是一种血小板技术低并伴有血栓的疾病 血小板通常有助于血液凝固 这种病发症被列为疫苗接种的潜在副作用 以前则被称为疫苗诱发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阿斯利康公司的承认可能会导致主案赔偿 代表索赔人的律师认为 其中一些案件的赔偿金额可能高达2000万英镑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尽管阿斯利康公司在两年前就已承认 其疫苗有潜在的副作用 但这是该公司首次在法庭上承认 其疫苗可导致这种情况 由于阿斯利康公司是在COVID特殊时期里 与政府签署了赔偿协议 以便在国家因封锁而陷入瘫痪时 尽快生产出疫苗 因此纳税人将为此次任何可能的和解买单 就在几天前 该公司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 收入超过100亿英镑增长了19% 公司官员表示 公司在今年取得了非常强劲的开端 针对这一系列的有关新冠疫苗的诉讼 阿斯利康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对失去亲人或报告健康问题的人表示同情 患者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监管机构有明确而严格的标准 来确保包括疫苗在内的所有药品的安全使用 从临床试验的大量证据和真实世界的数据来看 阿斯利康牛津疫苗一直被证明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也一致表示 接种疫苗的益处大于其罕见的潜在副作用风险 阿斯利康在去年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声称 在一般水平上TTS不可能由其疫苗引发 而提交给法庭的新文件则改变了这一说法 阿斯利康在新的成文中还补充说 导致一些人因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而患上TTS的诱因 尚不清楚 也可能发生在与任何疫苗无关的人身上 该公司声称任何个案的因果关系将由专家论证 阿斯利康否认其新提交的文件代表了 其在法庭文件中承认其疫苗可导致TTS的转折 代表受害者和家属的律师 根据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起诉阿斯利康 他们认为该疫苗是有缺陷的产品 不符合消费者普遍合理的安全预期 阿斯利康公司强烈否认了这些说法 其实英国卫生官员早在2021年3月 就在欧洲首次发现了与阿斯利康疫苗相关的VITT病例 当时距离该疫苗首次在英国使用仅两个多月 然而直到当年4月 证据才变得足够明确 才开始限制使用该疫苗 当地官员们首先限制的只有30岁以上的人 才能接种这种疫苗 2021年5月 他们又将范围扩大到40岁以上的年轻 由于该疫苗仍对COVID起作用 因此仍被认为值得给年龄较大的英国人注射 因为他们因感染该病毒而死亡或受伤的风险更大 据统计英国总共发放了约5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官方数据显示 根据英国药品监管机构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收集的数据 至少有81名英国人死于明显与阿斯利康疫苗接种有关的血栓病发症 另有未经证实和受伤或制裁的人数 随着COVID疫苗的进一步推广 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被竞争对手辉瑞和莫德纳等制药巨头 生产的mRNA代替 最终在英国完全停留 感觉目前的数据 接种阿斯利康的COVID疫苗后 发生TTS的风险约为五万分之一 然而阿斯利康公司想料 其疫苗在COVID的大流行期间拯救了全球约600万人的生命 当然许多索赔者也承认这一点 并相信接种疫苗对公众有益 并不是反疫苗者 人们采取法律行动的原因很复杂 比如一些严重制裁的人 面临着巨额的持续医疗费用和失业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的家人也不得不放弃工作 为他们提供全天候的照顾 虽然疫苗产生的伤害是极少部分人 但是专家担心 浙江使得全民未来对疫苗犹豫不决 从而危及各种可预防疾病 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威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